纽约时报昨天就提出警告 他说美国抛弃了阿富汗 昨天这个时候还没有全面溃败 还没有打到卡布尔首都 还没有投降中 还没有跑 纽约时报已经说 美国抛弃了阿富汗 台湾应该警醒 台湾应该警醒 他没有抛弃这个字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美国跟中华美国断交的时候 我刚好人在马来西亚 然后早上起来 旅馆的英文报纸 送到房里面 头版只有三个大字 卡特丢弃台湾 卡特丢弃台湾 跟这个意思这样 抛弃阿富汗 台湾应该警醒 他一直说台湾应该很紧张才对 因为看到阿富汗这个情况 倒不是说台湾阿富汗是美国 讲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态度 他到时候就跑了 使乱中气就给你跑了 到时候你台湾遇到美国这样 跑你怎么办呢 台湾现在一直活在一个想象里面 就第一个老共不会打 第二个美国会来帮助 就这两个 那你就把台湾的前途 两千三百万的生命 寄托在老共 他不会打 寄托在美国 因为他会来 为什么不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呢 为什么要放在这两个人 劳共是不可预测的 谁相信劳共呢 美国看起来也是不可相信的 谁只会跑 所以台湾的危险在这里 所以纽约时报 人家旁观者很清楚告诉 台湾应该警醒 理论上讲 蔡英文今天就跟他看国安会的 老美这样子 现在我们要怎么样 好像一点没事一样 自由时报 头版我就找 没有这个消息 二版没有这个消息 三版没有这个消息 四版的边上一小块 就是麻痹老百姓 就觉得这个跟我们无关 这不会跟我们无关呢 那是美国一个态度的问题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讲 特别绿营的朋友会说 台湾很重要 阿富汗没那么重要 台湾是第一岛链 你真的觉得台湾 没有阿富汗重要吗 对美国 阿富汗对美国是很重要的 9亿以后去打 去抓兵拉登 它是中亚的心脏位置 另外不重要 美国有一段最多的时间 派了10万军队到阿富汗去 花了2兆2.5兆美金 这么过去20年 不重要吗 而且现在走了以后 阿富汗将来会变什么 你还不知道了 会不会又变成另外一个恐怖基地呢 会不会又训练出一大堆恐怖分子 去打美国 你不知道 对美国来讲 我不认为他认为阿富汗不重要 他只是没办法 他不是认为不重要 好那么 总统是逃了 但是也发生了 他说我 我做这个决定 是为了阿富汗好 我继续留在那边 血流成河 所以他说呢 我面临艰难的抉择 在20年的战争中 无数人丧命 数以百万计的克布尔市民的命运 以及这座城市的安全 都处于危险之中 所以为了避免流血事件 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 这是两难嘛 你留下来 可能打 再打 最后你还是输 然后呢 血流成河 他现在跑了 意思就是说 至少老百姓不要丧失生命 他又被骂 说你临阵逃亡 你算什么东西呢 从2001年10月小布希发动阿富汗战争 一路 到现在就换了四个美国总统 美国的问题也在这里 他不能打持久战 因为你自己想想看 川普干掉多少欧巴马的政策 拜登又干掉多少川普的政策 这是我们看到的 他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所以 你叫这些外国 以后怎么相信美国呢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的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